南北正义现在都说 因为是居住正义 所以就是狂批中央 你们到底盖了多少设宅 那我们看到行政院长 陈建仁他就出来回应 他就说有信心在八年内 要达成二十万户设宅的目标 当然这个户数是非常多 是需要时间的 毕竟盖房子没有那么快 但问题是 那如果要检视中央盖了几户 那同时担任双北市长的 柯文哲跟侯宇 难道就不需要被检视吗 余将军 怎么看双北市长柯文哲 当然绿营是有说 满口居住正义 却没有实际作为 而且你柯文哲跟建商财团 站在一起 带头助长房价跟租金 所以柯文哲跟侯友宜 在他们自己的任内 双北市又做了些什么 我讲要盖社宅 这是解决一般住宅的需求 是必须要推 我想各党派没有人反对 可是社宅的盖 只有中央盖吗 还是要结合地方 你地方要提供出 足够的配合度 中央地方结合 这个社宅才会创造人民的双印 这重要概念 中央地方要一起合作 对 那要共识 而且说不要抢攻 我中央可以提供你 相关的资金的补助 那地方你检讨相关的土地 然后你如果不够 中央来协调 一定是中央地方 相互合作 创造人民最大的双印 而不是中央 校正地方 地方反批中央 这最大的输家 就是站出来这些人 对 如果说中央地方好合作 那我讲 中央释出善意了 那你地方的配合度如何呢 对 如果说你今天 你不是地方首长 你是一般出来抗议的百姓 我觉得你有权 因为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到底地方 跟中央出了什么事 对 我觉得侯友宜跟柯文哲 你是比任何人都清楚 到底中央地方出了什么问题 对 你也要讲清楚 内政部长林又昌有说啦 他们中央发报了1700多亿啦 然后就是补助地方嘛 包括土地跟资金 对 那就看地方做了哪些 对 你地方不能说两手一摊 全部丢给中央 那中央来了一些预算 如果你觉得不足 那地方是不是要提供一些相关 因为人民是你要照顾的嘛 你的市民 你的县民都是你的人啊 那中央能够给多少补助赚到 那在自己筹款 让人民可以获得最大的社宅 对 在桃圆就盖了上万户耶 桃圆光桃圆区就盖了上万户 那你说这个对人民有没有 有帮助 而且这个社宅 不是让人住进去之后 永远无期限的住 他这有点类似我们军中的职务官社 他不是说永远都让你住 住到你退伍为止 不是 就是初期刚刚进入部队的 低阶的市官 或是低阶的军官 你买不起房子 那先住在部队的这个职务官社 等到你阶级慢慢高了 你足够的 这个成本可以买房子 你出去买 这个位置要让给下一个需求的人 所以说社宅在各地方政府 他有非常精准的评量 你的全家收入在多少之下 你才具有住在这个居住资格 如果你继续住 他每年他的租金是成长的 也就是表示说 这个社会住宅 不会成为某些人 长期霸占运用的房舍 那其实分配的问题 我一直在讲 你盖再多 好 20万户 30万户 100万户够不够 如果没有完成分配 不够用 而且这户数 其实跟地点息息相关 非常有关 因为那一根当地的房价 绝对是成正比 你那个房价越高的地方 当然就是需要 社宅的数量越多 你如果说像 有人在质疑说林永昌 那你在基隆市场 你盖了什么社宅 问题是 基隆市的房价是比较偏低的 他那边会需要 很高数量的社宅 当然不是嘛 一定是双北市需求最多 我就讲早期 在军中的所谓的军宅 军宅最抢手就是双北 你到桃园 你到台中 你到高雄 需求就低 需求就低 因为房价比较低 尤其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那个眷村 几乎不在那里改建 因为改建以后住不到人 曾经国防部有在哪里 在大西盖了眷村 盖了这个军宅 卖不出去 还叫我说 还有余额 眷村余额要不要去 所以最需要盖就双北 因为双北的房价 实在太高了 那重点就来了 最需要的是双北 那柯侯两位呢 是有没有 能不能拿出来检验 还是说没得检验 所以现在这是倒打中央 柯文哲的做法就是说 当你没有做好的时候 他就先 中央政府你盖了多少 你来讲 那现在陈建仁说 陈建仁讲了 他把户数20万爆出来了 一定会完成 那柯文哲要把你8年 盖了多少户 检验一下 我也盖了 那你当时竞选支票开多少 8年做完市长 你完成了多少 你完成了 不要说百分之百 你完成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你再来 你再来叫板 因为你8年的政见 你都做到了 那这个有没有包含 中央协助你的 你不要全部揽工 盖得好归我 盖不好归中央 你一定要把 所有的事情 讲清楚 说明白 为什么 你要选的是总统 你要负责是全国民众 如果你连台北市的市民 你给予的承诺都跳票 那你未来 未面对的全中华民国人民 你要如何给予他承诺 还有谁会相信你的承诺 所以你问的事情 陈建仁答复你了 台北市民要问问看 柯文哲是 老市长 柯老市长 8年来 你到底帮我们社会住宅 做了多少贡献 爆出你完成的户数 对